在唐孝测试完唐三实力之后 唐三便立即上前跪拜大伯 随后便将唐昊让他归还宗门的两块魂骨拿给了唐孝 当唐孝见到这两枚魂骨的瞬间颇为震惊 因为唐孝深知剥离魂骨之事 唐昊必定饱受折瘠 紧接着唐孝便安排月华准备一下唐三的认祖归宗仪式 月华明天为小三取行认祖归宗仪式 你来安排 宗门长老内宗 而此番仪式必定不会一帆风顺 因为此时的浩天宗主要分为两派 一派是以宗主唐孝为首 认为当初浩天宗的变故错不在唐昊 而另一派则以五位长老为首 认为当初浩天宗的变故都是唐昊以义孤行所致 伴随次日唐三的入场 大殿内的众多浩天宗弟子一人不多 紧接着浩天宗的五位长老出现到了众人面前 唐三见到五位长老之时 明显感觉到五人所散发出来的威压丝毫不弱于唐昊 随后唐三便立即上前请求五位长老同意他认阻归宗 而此时情绪失控的七长老竟果断拒绝了唐三的请求 并出烟侮辱骑士杂主 原来当初七长老之子惨遭五魂殿破汗 与唐昊与五魂殿结仇有了颇深的关联 因此七长老在见到唐三之时才如此的怒火中烧 父亲的错我代他向您道歉 但是您之前坏于乳鸡家门 我却必须套回一个公道 七长老我向您挑战 虽此无怨 为了缓解如此紧张的局面二长老立即冲 并答应唐三如若他能战胜唐 则会给他一个挑战七长老的机会 唐三你小心 我虽是三代最强的 但唐虎的实力并不逊弱 唐虎 输了的话 管你尽力一年 在相关 で换